機車騎士騎在進行機車道 左搖右晃 就是想要找空間超車 定是因為前方空隙不足 所幸先切出外車道 過沒多久又進入內車道 想要超車 沒想到前方轎車突然減速 導致騎士閃避不及撞上 整個人就往左倒 後方國光客運駕駛健壯 立即把車往左偏閃避 差點就撵過 證明機車騎士 警校貨報之後立即到場救援 發現這名27歲的軟性騎士 整個人被壓在客運下方 表情痛苦 就差大約30公分 就被客運前輪輾過 救護人員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終於將騎士救出 送醫的時候發現他右大腿脫臼 鎖骨骨折 胸部也有挫傷 傷勢相當嚴重 所幸送醫急救之後沒有大礙 因為前方車輛已減速 然後煞車不急 然後重急到赤腳克的左後車回 重心不穩 然後車身包括人 整個往左傾 而我們建議的話 還是要注意車前狀況 你讓前方的車輛先行 我想會比較安全一些 馬路如虎口 騎車上路千萬不要搶快 鑽車鎮超車 雖然沒有蛇行 不構成違規 但是危險的行為 恐怕也會影響其他用路人 與自身的安全 接著也將名下軍臣台北報導 進入 再 moved 回哨 了 曲 辯 黃